这丢人是小 只是我很好奇 像你这种 对音律很纯熟的人 怎么会出这样的错 因为 因为碰见熟人了 所以你感到害怕 他是谁啊 凌江 凌江 你没事吧 没事 乔老板 求你别再闻了 我不知道如何向你解释 凌江 凌江 你知道这世上 除了光寡孤独费极者之外 谁最可怜 那就是 背着秘密 却不肯说出口的人 有什么时候 你会因此 开心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没有 你不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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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没关系 大哥 阿坤 阿坤 我还在想呢 我到了已经好几天了 你都没有来找我 怎么样 最近还好吗 是不是你杀的我 好 阿坤 大哥对不起你 师父确实是因为我而死了 你杀师父吗 阿坤 我没有杀师父 为什么 我真的没有杀师父 那天晚上真的是个意外 我只是推了师父一下 师父的头晃到了钉子上 但是我真的没有杀师父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把师父的子 嫁给我娘呢 我当时害怕 我害怕我的未来 就这么断送了 我害怕在僵尸逃跑 和离人面前 永远都挨你一头 我不明白 阿坤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 师父看起来好像对我们两个很公平 但是最后 他却把离人许配给了你 而不是我 可是师父他将南风鼓噪都交给你了 有吗 有吗 南风鼓噪 如果师父真的想交给我的话 那佛光瓷补和配方 为什么不一起交给我 没有啊 阿坤 我就是气不过 所以我才去找他 如果我不去找师父 也许师父就不会死了 到了今天 大哥是一步错 不步错 我说什么 谁都不会相信我 阿坤 今天你既然来了 你就杀了大哥 替师父报仇吧 阿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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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坤我跟你说 如果你 你可以替师父报仇的话 这是最好的结果吗 没有灵儿在我身边 杭上 南风鼓噪 对于大哥来说 一点意义都没有 杀了我吧 既然你失去灵儿那么痛苦 那为什么还要让林药 嫁给南桂堡呢 林药她是自愿的 我阻止不了 你胡说 如果林药是自愿的 那她为什么要逃离南府 你说啊 林药已经从南府逃走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她明明性格对我说 林药已经失踪了 你要干什么 我要去找南桂堡 我要问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现在去 救得死 你好好在这儿待着 你好好做你的航商 我去找林药 我把林药找回来 让她来决定你的生死 好嘞 好嘞 我下次还买啊 行 下次有新的给你留着 新鲜的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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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材 新鲜的水果 我多买点橘子啊 人都丢了 到现在没找回来 南南府的人都知道这件事吗 全下了封口令 不让说 不让说 幸好小姐没被抓回来 可是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好 谢谢你啊 这这钱给了 水我没拿呢 我下次在这儿找你 谢谢啊 这 这多不好意思 若不是因为你 我的损失也不会如此惨重 孙老板 您得往好处想 要不是您这么爽快 马上赔钱给克里顿大班 您能好好地站在这里 难道你想吃牢饭 你说什么 汪彪 我没让你跟我一起分担这笔赔偿金 你倒在这儿跟我说风凉话 我这不是说风凉话 我是说这个礼嘛 克里顿大班 我已经工好多时了 来 请坐 我不坐 孙老板 你们这么管人 常常说 做生意一定要讲究新用啊 可里顿大班啊 您说得对 可是我一直觉得 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所以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您把这次运输 交给了赵钱赵老板 我的货交给谁 还用得到你管吗 是 我是不该管 可我还是觉得 如果我们来运输的话 恐怕会更妥当一些 妥当吗 结果现在呢 我的货统统全都倒在水里了 这还叫拖战吗 这是意外啊 纯属意外啊 意外 你的借口我已经听得厌倦了 除了意外你还会说什么 可里顿大班 我们已经远离十三行码头了 谁知道那个阳城四怪又来捣乱了 又是阳城四怪啊 你们的灰封堂不是会打辜负的吗 连四个人都打不过呀 打是打得过 这 这不没保护好鸦片吗 那你师父安邦啊 他人不是很厉害吗 这个光头水没有人打得过吗 我师父就不知道这件事 王彪 我不管 如果你们灰封堂 还想继续跟我做生意 那请你立马提出一个解决方案 要不然马上换人 您放心 下次一定不会意外了 孙老板 有时候我还得认得住一口气 否则 老命伤财就不好了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连本带立的 赔给我 王大哥 我照前先敬你一杯 来 这次孙老板真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极美透成 反倒十把米 过去的事赵兄千万别介意 王大哥 你与孙老板之间的关系 我并不关心 这次完全是孙滕娇旧游自取 王大哥也算是 帮我照前躲过一劫 就这般恩情 我照前一辈子都不会忘 赵兄严重了 来 王大哥 要是孙儿 那是孙子 是孙儿 那是孙儿 你双心 你帮我帮你 红星 但是我帮你 是孙儿 你送我帮你 他的准备 行 你帮你往下 来 黄大哥 现在这个铁桥三的宝之林 在广州可谓是有声有色 这样下去 不但是我的僵士逃房 你们汇丰堂 也势必会受影响 我早就想教训铁桥三 这个小子 借他人之手 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黄大哥 赵钱 再敬你一位 赵勋高免 请 赵勋请 二位要走了 告辞 欢迎下次再来 告辞 请 就是那家 打烊了 打烊了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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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饶了我吧 饶了我吧 老板娘去哪儿了 这个时候 应该去庙里烧香去了 老板 我向你打听个事 最近有没有一个姑娘 一直在打听我 您说 您说这个人 我还真没看见过 好吧 那我知道了 小兰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林二还会出现在这里吗 小姐在这里人生地不熟 她肯定走不远 好吧 走 二位慢走 林江很趁你嘛 给你做件常衫吧 乔老板 我不需要新衣服的 你是我的琴师 这门面总是要顾的 老板 这块料子我要了 各位父老乡亲 欢迎光临我们保之林 幻扁仪式的现场 下面 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 保之林的镇馆师傅 铁 铁 铁 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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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师傅 你看 这一切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一会儿 您来给我们介练 也算是正式开张了 不 不 我没想过 要开什么不管 我 我 我保之林历代以来都是卖药的 而且 保之林后面都没有加过武馆二字 您教人武功 我卖药 这样的话也很低调 一点都不张牙 我看 这个头还是你出吧 我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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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干嘛你 我们师傅那是真功夫 不用挂照牌开武馆 照样有人拜师学业 对 拜师学业 师傅 您看这么多人都来了 林副成友确实挺有诚意的 对对对 要不然你就给个面子吧 对 师傅 您不是要找人吗 要是把这保之令名声做起来了 说不定那个人就自己找上门来了 对对对对 说得对 说得对 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 师傅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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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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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接便医师现在开始 快去工夫去 走快去工夫去 要不人也没病之呢 是 快点 快走 快走 这帮苦力不在码头干活 干什么去了 牛所不知 他们都学武去了 听说那个败嘉林 新开了一家武馆 就是那个铁桥三 听说可厉害了 练武 铁桥三 什么来历 别乱别乱 后面排直了排直了排队 你看人还真不少 那是 谁不知道 谁不现在 等我后面去 这一后尘 是不是 算不一样 二位 后面排队 功名教育 走 走啊 铁桥三 你给我出来 二位是想来拜师学艺的 我们蔡师兄弟不是来学艺的 是来铁馆的 走 这句话是我说的 我们是来踢馆的 我走 里边去 走 里边去 来怎么站 没看出来 这俩精神有问题 我怕在这儿动手 会伤及无辜 不如先放进去 棍门打斗 两支 说得好 说得好 我说了 我说了 铁桥三 我们来踢馆了 干什么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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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师傅 你们来此有何事啊 铁桥三 你不是看这破误玩意吗 破误馆吗 说得有多厉害啊 你是不是将广州街上所有的误馆都不放在眼里吗 这 两位师傅 一定是有误会 不如里面说 请 请 是 两位前辈 我从来没有在外面说过 一定是小徒在外面乱说 我一定教训他 阿诚 师傅 还不赶快跟两位道歉 道歉 干吗要道歉 你在外面说了些什么 不是我说的 是他们两个真的有病 叫他 先坐下 出门 启和尚 小心 你咋 喝茶 喝茶 快请起 你 你先别在这里丢人来走 走吧 咋去啊 不走开了 不走开了 快走啦 快走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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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岚 打探到林儿的下落了吗 我今天突然有一个念头 林儿她 会不会回佛山了 佛山啊 不能吧 师傅 外面有人找你 这么晚啊 谁会找我 杜飞 杜捕头 三哥不能去啊 师傅 你是不是跟他有过节啊 你哪那么多问题啊 别乱说话 总是要去面对他 没关系我去看看 看看他要怎么样 三哥 那我陪你去 如果他真要动手的话 你与敌二 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你啊 你也不能把我们来 杜捕头 好久不见 来来 坐这儿 行 你知道这儿怎么回事吗 一天咋回事吗 杜捕头 怎么那么多话呀 梁昆 不 铁桥三 没想到你躲在这里 我没有躲 既然如此 那你跟我回去归案吧 归案 我 我现在还不能跟你离开 杜捕头 我师父的女儿失踪了 我必须要找到她 那是你的事情 与我无关 我的任务就是逮捕你 你若不跟我走 休怪我都有武力 你要怎么样才放过我 抱歉 指责所在 即使知道你无辜 我也不能放过你 鸦片虎给传 不为司马冲 那封信 对 就是我送去暗茶室的 孙藤娇杀了我的父母 我不想出犯法 所以才通报你们官府 希望你们能将她绳之以法 可是她已经被放出来了 灵儿不知去了哪里 所以 所以我希望你多够点时间 让我找到她 下次不要让我再遇到你 否则 休怪我手下无情 三哥 现在杜捕头已经知道你在这里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们要赶快找到灵儿 离开广州 好 那我这就回佛山 看看小姐回去没有 得来报名 我要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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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对 还好对 我要报名 啊 我照顾什么问题都拿起来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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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你都来了 不如去看看师父 等等 等等 对不起 其实 我每次看见你的时候 我都想象 我们在汇丰堂门口的 鼻鼓着心 我真心地劝你 去看看师父吧 要是你再会看的话 估计以后 你一分钟都看不见了 为什么呀 昨天晚上 有人来找师父 谁呀 杜妃杜捕头 那然后呢 然后的事情是这样的 请你给我点时间 让我找到江灵 另外一个就说 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太吓人了 就是说 三哥还在找江灵 不止他一个在找 兰儿姑娘也在找 你还不知道 兰儿姑娘是谁吧 就是那个江灵的 提身丫鬟 我很想知道 这个江灵到底是谁呀 你认识那个江姑娘吗 你还没告诉我 江姑娘是谁呢 师父说的江姑娘到底是谁呀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 我要你们去给我找一个姑娘 那个姑娘长得吧 小脸蛋 大眼睛 眉清目秀的 长得没有漂亮啊 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师姐 快去 站住 干什么呢 没开见吗 我让他们找人呢 找谁呀 跟你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要动个 汇丰堂的人 关你屁事 走 走走走 秦帅 走走 过来 找谁呀 说是一个叫江灵的姑娘 江灵 是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 想不起来是谁呢 正是娜大人的七仪态 秦鲁 爹 你这又要去哪儿啊 坐坐坐 跟爹聊一聊 我听你大师兄说 你要找娜大人的七仪态 是梁慧让你去的 那你热心个什么劲啊 我就是想帮朋友一个忙 朋友 当初你费了那么大的力气追他 今天说只是朋友 爹 您不知道 反正我什么事情都不会跟您说的 你不告诉我 那我可要去问他了 您知道他在哪儿 我不出门 您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现在这小子可了不得了 保智林的大师傅 谁会想到 一个码头苦力铁桥三 当有今天呢 当初我还真是小瞧了他 爹 您全知道了 可是这样他迟早会被发现啊 爹 您不会去官府告发他吧 怎么会呢 我跟他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害他 再说了 这小子在短短时间内 用功夫和德行 让人败福 我替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他是一个亲犯 是啊 这也是你最棘手的问题 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 仗上明珠 我不想以后你跟着他 过流浪的生活 也不希望你每一天 为他死去活来的 秦龙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师父 二 不知安堂主到来 有失远迎 还请安堂主见谅 一 爹师父 不必多礼 请 请 爹师父 今天贸然来此 我有一件事情请教 安堂主直说无妨 师父 你跟青鸾相识多识 如果说 对你们以后的打算 你是怎么想的 安堂主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对青鸾有意啊 就带他 离开广州 我也 我也知道 这一切啊 都不关你的事 你是清白的 可是 因为你父母跟天地会有关 所以 你才会受牵连 可我不介意 只要你对青鸾是真心的 你就带他离开这里 以后啊 外面的花花世界 就随你们去吧 啊 安堂主的美意 我心领了 可是现在 还不是谈儿女私情的时候 哎 你现在不谈 要等到什么时候谈 要找到师父的女儿 江灵儿的时候 江灵儿难道重要过我们家青鸾 啊 不是 灵儿 是师父 去备给我的妻子 只是后来 嫁给了纳鬼宝座妾 你这话的意思是 不把我们家青鸾 放在心上了 不 安堂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 条件我已经开了 好话说尽 给你面子 却不要你 哎 安堂主 我师父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林福昌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阿炳 走 青鸾 青鸾 奶娘 人家去哪儿了 这是 老爷 青鸾呢 小姐都出去了 出去了 去哪儿 小姐她没交代啊 王彪 赶快把她找回来 如果不回来 王爷要把她绑回来 是 师父 这 这次体脚三 算是踢到了铁板上了 要知道 我师妹可是我师父的掌上明珠 她招惹了我师妹 却不愿意负责任 也难怪我师父会生气 王大哥 之前拜托你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都安排好了 六大门派的高手 近日就会到广州 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 好 王大哥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是 是 六大门派齐集于此 持河住行都需要开销 而且这件事情 是因我而起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王大哥 还请您笑纳 好 那赵兄 我就不客气了 请 请 秦鸾 你还在生爹气啊 秦鸾 梁昆根本就没把你放在心上 你有何苦对她情有独钟呢 梁昆是个重情重义的人 江灵儿现在下落不明 她担心都来不及 哪有心思想这些 江姑娘是纳府的人 人丢了 那大人自然会去找 她梁昆 江灵儿后梁昆 从小就在一起 他们两个感情深厚 也很正常 既然你知道他们两个感情深 你为什么还穷追不舍 到底要在他身上浪费多少青春 你才觉悟啊 我跟梁昆在不在一起 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是你爹 我没有权利 谁有权利啊 你死去的娘如果地下有志 也不会眼睁睁看你糟蹋自己 依我看 梁昆心里根本没有你 你又不是梁昆 你怎么知道她心里没有我 无论如何 我不会让你俩再见面了 明天我让张大娘再去接收金钱 你要是不让我跟梁昆在一起 我就跟你断绝关系 你说什么 断绝关系 你再说一遍 断绝关系 灭绝关系 关门 把门我锁上 来来来athiiii г 大门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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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放这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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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几个 请那边 好 快点 好嘞 好嘞 老婆 这里已经准备好了 今天盒粉你来卖啊 那你干什么去啊 我跟阿三学武去啊 阿三 他是谁啊 阿三你都不知道啊 就是上次大火 救了三个苦力的蒙面人 他就是阿三哪 怪不得这两天 我听附近的人 老说什么声铁桥三哪 对对对 就是他 他功夫了得呀 双臂呀 就像铁桥一样的刚硬 那也不关你什么事 你就是一卖粉的 教你功夫有啥用啊 学了武功 最起码可以保护我们的生意 对不对啊 你今年几岁啊 等你学成的时候 头发都白了 老婆我不跟你说了啊 今天和我你卖啊 我走了啊 你给我回来 回来 不许啊 看我 他把 Fantasia 把丫头 SPA走 少爷 少爷 别打了 一天到晚吃饱了 整个月都给你再列宫吗 武林门派大联盟打上来了 要跟铁师傅算账 武林门派大联盟 你听说过吗 没有 二师弟你见多失光 这你都没有听说过 一定不是什么阵警组织 不用打理他们 赶紧赶紧走 不是不是 不是真的武林门派大联盟 我的意思是说 有很多门派联合起来 打上门来了 有有有那个 八级拳八卦掌 通背拳断魂枪 五郎棍 洗衣拳 还是 我发现你吃臭豆腐吃多了 你真的好事 坏事分不清了是不是 来这么多门卖 不正好让我们跟几个 练一练 是 阿水 宝珠林跟他们肃无瓜葛 他们为什么前来闹事 是王彪所在头组织的 他带了一群人 还打着武林同刀讨伐铁桥三的旗号 不管他们 我们继续练功 是 继续练 继续练 来 凭什么说我们八卦整事 挖拳修腿 铁桥三 我是通背拳的上官妃 你有几斤几两 是什么 但敢说通背拳是小儿科小把戏 有种你出来看看通背拳和伏虎拳哪个厉害 铁桥三 给老子听好了 老子是五郎棍的司徒鹅 你小子口出狂言 说我的功夫是师娘教的 不堪一击 混蛋 有本事出来单挑 我让你尝尝我五郎棍的厉害 铁桥三 我是断魂枪的公孙岳 你凭什么说我断魂枪断不了别人的魂 只能断自己的魂哪 有胆让你出来 单打独斗 看谁断谁的魂 铁桥三 最近武林老厅有人光躁 说我们广东的铁桥三 长得帅 武功高 拳法刚柔相继 内外兼修 老娘练的是行地拳 听说你放言江湖 说行一拳根本不是你的对手 在你的手上走不了三招 你出来 让老娘看看 如果你真的长得帅 老娘就放你一马 只打你半边脸 留给你半边脸子 在下铁桥三 不知各位大师登门造访 有何贵感 二师兄 你看王彪也来了 听闻 最近广州出了一位铁桥三 嘴上功夫了得 不知道拳脚如何 所以请武林同道来会一会 看你铁桥三有什么能耐 能在广州立足 我想各位大师误会了 我说不上能言善道 又何来狂妄自大 再说 保之林真正的当家是我徒弟林浮成 他更没有本事在广州画地为界 抢占地盘的意思 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误会了 阿成 你先带大家进去 把门关上 不 带着大家进去 师父 去 去 别看了 都走吧 听师父的话 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关门 关门 你干什么呢 我爹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哪位师傅先请啊 贺力 来 承让 走 尝尝 尝尝 八卦之王 尝尝 一 来 承招 谢了 看将军 来 承着 躺下 怎么样 怎么了 怎么了 安豹来了 安总主 得饶人数岂饶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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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踏遍山转不悦 谁寻洒脱 生死寄阔 情是否伴你我 滚尽困似困惑 遥望一段秋水 一人憔悴光 宁愿相思苦醉 两行泪花落 强心愿 你是否也爱我 我要怎么去做 珍惜这一生 说好不分意 相爱这一生 爱化作心愿 编绵的爱恋 跨越了时空 天地银壳 三世纪 珍惜这一生 说好不分意 相爱这一生 爱化作心 天地银壳 编绵的爱恋 跨越了时空 天地银壳 为证明你我曾爱过 为证明你我曾爱过 天地银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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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收育 喝飞 地银壳 我们开始寄噤 封注 天地银壳 词